因为那个老先生也是走的算是 这个非常的突然 所以就整个的工作呢 当然是看到了惊人的动员力 以及执行力才能够这么快的时间 明天就可以开放吊宴 那么包括了台宿的高层啊 老陈啊都已经整个规划好了 轮班来守灵之外呢 昨天晚上赶快开始油漆的油漆了 30颗的龙膊呢 也要送到灵堂来 甚至一夜之间 7千珠的蝴蝶兰 全部都送到了 16号深夜 长庚大学活动中心 灯火通明 上百名工人静静出出 爬高架白色油漆 重新粉刷 外头一车又一车 小货车 再来的是满满的蝴蝶兰 是什么花啊 两花 都蝴蝶兰吗 这一颗大概多少钱 那么两千多吧 两千多 那总共有几颗 30颗啊 整个店里面都送来了 那它这样子总共花加数 你是不是要大概花多少钱 不知道 花店员工两盆两盆的搬 来来回回好几趟 光是白色紫红色的蝴蝶兰 台宿集团一口气订了七千株 鲜花隆重 另外灵堂也搬来了30颗 象征权威的龙膊 大家长王永庆走得突然 入口处的LED告示牌 静静显示王永庆灵堂设置处 底下工人则是静静的修补地砖 16号下午长庚大学紧急封锁活动中心 漏夜赶工 要赶在王永庆大体抵台前 布置最庄严的椎丝灵堂 18号上午8点开放外界调宴 送信物中的大家长 最后已成 中心文杨士讯下上映 SNG小组 台北报道